我最不喜歡我自己是應該做商台的時候 焦慮 壓力很大 我說話又沒有人笑 這是什麼故事啊 我有沒有想過說呢 我是有想過 爸爸的印象就是這麼差 所以他是有一點恐懼做爸爸的 你無論喜歡不喜歡也好 我沒有所謂 因為我喜歡我自己 街女主角是賢瑞 我想跟我媽媽爸爸說對不起 因為我不知道現在可以幫我們拿票來看 殺婆娘 搞到你流亂了 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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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雙眼望前面 第二重心放後面 最佳節目主持是賢瑞 我很感謝我媽媽 在小時候你會不停摸索自己的定位 在小時候你會不停摸索自己的定位 在這個過程中你會曾經不喜歡自己的東西 你有些喜歡自己的東西 你去到40歲的時候你會覺得 其實任何一件事都無所謂 最重要的是你懂得如何開始欣賞你自己 和喜歡自己 這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我喜歡自己 用田蕊來和大家溝通 我可能說是因為我終於有這樣的自信 我可以很坦白地和你溝通 可能以前我和你溝通的時候 我都會在想你會怎樣看我呢 又或者我應該要用什麼態度去跟你說話 令到你對我有一個好一點的印象 現在我不會 我會用一個最真實的我去和你溝通 你無論喜歡不喜歡也好 我無所謂 因為我喜歡自己 哈哈哈哈 我最不喜歡我當時應該做商台的時候 他他他他打到你 我以為我二十多歲的時候 我以為我自己經歷了很多事 我以為我自己很成熟 我以為我懂很多事 我懂了 但當我要去做電台 我每一晚原來壓力很大 而且才發現原來自己有很多事都不知道 不懂 我又不知道怎樣處理 然後我說話又沒有人在笑 然後我記得周偉公有一天跟我說 他說阿田 我懷疑你之前是不是坐牢的 哈哈 我那一刻聽到 現在我懂得笑 但那一刻聽到 哇媽媽你 好壞啊你這樣說我 你知道嗎 那段時間那個日子 我有一點點焦慮 我每一早起床 我就揭報紙 不斷地揭 但你一邊揭 你知道自己 你只不過是很急 在那邊揭 你很想有沒有資料 有沒有資料 但你其實沒有看到裡面的內容 好了 一邊揭 覺得揭了幾份報紙 沒有話可說的 然後呢 你便會走出去 就走去Page 1 那邊 不斷地看那些書 但你知不知道 那個人就是急得好像盲了 你看著就是你看到那些書 但你好像看不到那些字 然後就覺得 為何書都沒有話可說的 然後你很想有事情發生 在你那一天 究竟我在街上有沒有什麼發生 有沒有突然間會有些人摔倒 還是怎樣 有些什麼故事 那段時間就是這樣 這一年的這樣的生活 令到我進步得很快 我覺得媽媽是一個很無私的動物 我覺得我還是自私 我覺得我現在的生活 其實我自己有多喜歡 我有多開心 我有沒有想過說呢 我是有想過 我決定了不說 拍完這個節目之後 我真的有問過我自己 我是不是真的這麼想做一個媽媽 然後我發現原來我自己 都是比那個40歲 如果再不生就沒得生 那條死線害怕了 其實我就算不做一個媽媽 我都OK 我不是真的這麼想做一個媽媽 原來 所以我覺得有 我當然OK 我可以的 但沒有我都可以 所以我決定不說 所以我決定不說 我決定不說 不是我一個人說 是我身邊所有的朋友 都是這樣說 但只不過是他自己 不是這樣認為 因為他真的不是這樣認為 因為他的成長背景的關係 因為他沒有一個爸爸的形狀 在他的腦裡 他的爸爸的形狀就是 捏死他的老鼠 打他們 而且在他的腦海裡 爸爸的印象就是這麼差 所以他是有一點點恐懼 做爸爸的 所以他看到我爸爸 他會覺得我爸爸很怪 真的 他會覺得 你爸爸那麼好 所以他現在當了我爸爸 是他爸爸 為何說他是一個好的爸爸 因為他對於每一件事 他不會有一個很特定的看法和規限 譬如他跟我乾兒子的溝通 即是我們乾兒子的溝通 或者我侄兒子的溝通 旁邊的人就會覺得 其實阿澤真的很適合做爸爸 如果他有小孩的話 那些小孩應該會很開心 但又怕他的 他有一種威嚴 令到小孩害怕 但玩又會很喜歡跟他玩 這三首新歌都是我自己的一些 在現階段的體會 兩口子就是一段婚姻 可能也不是一段新婚的關係 即是在婚姻中如何好好相處 第二首歌就是半段腦 就是一個人走到一半的時候 即是那種的看法 那種的體會 還有就是最親 就是講媽媽的一首歌 就是我不是講我和我媽媽 是講一個女兒和媽媽中間的關係 我每次進入錄音室 我一唱就哭 一唱就哭 所以他花了我很多時間 我很希望這首歌 如果大家喜歡的朋友 你們可以背歌詞 如果我真的有Live的時候 大家一起唱 卻快饲品 花ńsk 平常事